小时候一段子 胡氏他爹胡铁花是一个清代历史地理学家 命非常硬 东北和土匪火拼没有挂 俄罗斯大雪迷路没有挂 江西不幸方船没有挂 海南干了瘴气也没挂 最后在台湾省得了个狡气挂了 小时候好奇得了个狡气还能死呢 后来就知道得了狡气不是咱说的那个 而是一种下肢水肿 私质无力很严重的一种病 而且正是这种病开启了我们认识一个神奇的东西 维生素的时代 这在一百来年前 这荷兰人在殖民的印尼就发现那边生活越好的人 这个狡气病得的越多 反倒是那些吃糙米的没啥事 穷的 最后一大夫叫卡西米尔冯克 这人在米康里提炼出了一种安类结晶 认为这个就是治病的关键 于是就把他用拉丁米的生命 这个Vit 加上这个安安米 组成这个Vitamin 就维他命 我们也叫维生素 因为这种维生素主供的那个狡气病 叫Berry-Villy 来自于斯里兰卡 意思是不能不能的 所以这东西就被叫成叫维他命B 不能不能了 可惜这个时候已经是1912年了 大青没了 蝴蝶瓜也挂了 但是呢 即使没挂他也不行 因为后来我们才发现呢 那个大夫他分离错了 他分离出来那个维生素B 那个烟酸啊 主供什么食欲不振啥的 真正治疗那个狡气病呢 是一种叫做瘤氨的安类 所以维生素B呢 其实是什么瘤氨啊 烟酸等一大堆物质的混合 于是这个瘤氨呢 就被命名为维生素B1啊 烟酸被命名为维生素B3 犯罪的命名为维生素B5等等 通称叫B族维生素啊 所以现在看到各种什么 维生素功能饮料里面 都有这些玩意儿 其实呢 早在1400年前 唐朝的孙思廟 就会用这个防刺细心 避麻液 防风无珠玉等等啊 这些富含维生素B族的药材 来治疗这个狡气病 只是不知道具体是啥成分 而且这孙思廟还发现啊 这个动物的肝脏啊 对很多眼病都非常好的疗效 就在这个维生素B族 发现的第二年啊 1913年 美国的一片教授 就通过这个对鱼肝脏的研究 发现了一种脂溶性物质 发现它对这个肝炎症 夜盲症病人都有奇效 有一种说法 就是因为医学常用的德语里面 这个眼叫奥克 这个首字母为A啊 医护是和这个维生素B配对 总之这个东西就被称为 维生素A啦 维他米A 也叫氏黄醇 我之前提过它 这个VA不仅对视力好 而且还会对细胞有这个增值分化调节 免疫应答等的相关作用 那有了这个VA为B这种大浪 那候选的这个VC 那绝对是这种两极不能差了 其实这个VC和VB相反啊 它源自呢 这个17世纪大凡海的时候 这个水手普遍会出现这种牙齿脱落啊 疲伐一种甚至肌肤溃然的这种坏血病 按照当时这老西医的疗法 那就是各种放血啊 直接放倒了一船 最后呢 还是英国的大夫叫林德啊 发现这个高级一点的食官呢 能吃到这个橘子水果什么 得病概率就更小 进入了近代 发现这个甘菊柠檬果这边 系统抗氧化等等的作用 而且到了上十一三十年代 维斯也得以了人工合成 他就走路寻常百姓家了 那ABC都有了 这个D就更不得了了啊 在工业革命早期 那这个雾霾防火密集的城市里面呢 这个儿童呢 会经常出现这种 鼓舞组织发育不了的沟楼病 哎我发现这种病呢 和阳光的这个照射时间直接相关 但是为啥相关不清楚 反正这不晒太阳 它就容易沟楼 哎直到还是发现VA那群人呢 他们发现这个鱼干油加上破坏之后啊 除了维D 还出现出另外一种类固醇的物质 给这个沟楼病人服用呢 有奇效啊 于是这种玩意儿就被称为维生素D了啊 所以你想说 身内鱼干油都写什么维生素AD玩啊 这怎么特别富含这个 其实呢 维生素D本质呢 是有极好促进钙吸收的作用 而它本身呢 如果没有外来的肉内脏摄入 就只能通过阳光照射 才能在身体里催化出来 所以啊 不是欧洲人在西方 它就长得白 我说过 你看这个纬度在南欧的威尼斯 都和哈尔滨一个纬度啊 冰城 伦敦呢 和默河一个纬度啊 那么往北的欧洲 它阳光照射其实是不足的 所以它皮肤被自然选择越来越透明 才能避免这种沟楼病的出现 演化出所谓的白人 那到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阳光又过于强烈 沟楼病没了 那皮肤要了 让它们晒坏了 所以更多的黑色素就聚集成绩啊 保护它们脆弱了身体组织 它们成黑人了 那不上不下的我们 肤色就相对要居中啊 这维生素的大门一打开 那可就关不上了啊 从各种字母到字母之后的数字 那就一大堆了 不过你也知道 虽然都是所谓维生素 但是它们压根就不是一种东西 它都是我们人为的命名和分类 具体的营养补充上 那就必须要做到精准 那你以为乱十万补 那可能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呢 这次我知道啊 汤尘被剑啊 我经常用的就发布了一个 个性化定制维生素 这么一个概念产品啊 比如啊 它就通过这个多维度的精准分析 测定这个体验者体内的 维生素抗物质的水平 然后呢 又联合英国阿布丁大学 罗威特研究所 德国巴斯夫等科研机构 组建数据库比加底克算法模型 在千人千面多维度 精准分析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的测试的变解性 和动态性需求 结合经济的算法 对用户进行九种维生素 和八种维生素的 个性化需求分析啊 得出了最适合当下的 精准营养补充方案 并且快速上有出 专属的个性化维生素概念产品啊 作为一个科研项目啊 这个后续可通过 动态监测与评估 及时进行方案的 那个调整和迭代 形成了这么一整条 精准营养的 应用完整壁环 从对身体状况的毛然无措 知道实际上它有一作用 再到分离出维生素 直至精准的个性定制啊 从组学内自然的探索 开始到现在的科学方法 去筛选最便捷有效的 样补充方式 这条路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也会永远的螺旋上升下去